天圆地方 这是中国的古代的宇宙观 现在科学把它否定了 认为地球是圆的 实际上也不是圆形椭圆 而且像黎一样 数学的角度 它就是无限个多边形 它还是方 我们却不去纠结它的形状 中国古代为什么说天圆地方呢? 因为我们肉眼看得见的 它就是天永远覆盖着地 那地平线它是平的 我们是看不到它的波澜的 虽然说后来亚里士多德证明了 这个船走远了 能看到它的 看不到身子 看到它的头 但是 对我们实用价值的角度来讲 它就是一个近乎平的 所以说 为什么 这个 后面就要讲到这个地心说的 它的意义所在了 这个天呢 它 我们抬头望去 它就是自然是一个覆盖型的 我们说半圆呢 那就是讲到后来的这个 这个 盖天说了 最早是这个天圆地方 就说你是哪个地方人吗 地那就是方嘛 那你说天方的话 那你就天方夜谭了 地啊它是各种地形地貌 它都是高地起伏 这是最正常的一个现实状况 每个地方人都不一样 大体如此 那 这个如果是在一个绝对平坦的地面 足够平 又足够广 我们去看它的周围 这个地平线也是圆的 只不过它是平面的圆 中国人是最讲究实际的 这个曾子啊 他说他的老师讲 天圆地方 实际上是人要效法天地的德行 而我们肉眼看得见的这些 是为我们所用的 更远的 对我们没有用 所以说 我们看到的以此为准 就是人效法天地的德行 像天地一样歪圆内方 这个我们每个人都认同吧 然后 前挂呢 天就是生生不息 旋软往复 周而复始 斗转星移 而地呢 就是直方大 不息物不利 我们什么都不要学 我们主要有好的德行 大方就是圆 小圆就是方 时间实在是太短了